一起動動腦 欸 萌萌,你看起來心情好好喔 對呀!檸檬格格!我今天的心情超級好的 因為今天有人稱讚我的蝴蝶結很好看喔 欸!金萌萌你這麼一說 你這個蝴蝶結,真的滿好看的耶 搭配萌萌原本的這個粉紅色 萌萌 你真的很会搭配哦 谢谢 颜色 我一看到紫色 就会想到亮亮 看到紫色就想到亮亮 没错 没错 还有看到红色的底 还有黑色的点点 就会想到小瓢虫 动物的特征真的是很多呢 对啊 柠檬哥哥 我知道哦 我爸爸妈妈带我去过动物园玩 我看到很多的小动物 它们都很可爱 小朋友应该都有去过动物园吧 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哦 因为今天柠檬哥哥要为大家 介绍几只不同的动物 它们都穿着不同的纹路在身上 小朋友一起动动脑连连看 想一想哦 首先 我们先来看一看 第一只动物 它是什么动物呢 脖子长长的长颈鹿 没有错 长颈鹿身上的花纹是长什么样子呢 是第一种 还是第二种 还是第三种呢 我记得妈妈跟我说 长颈鹿的花纹像大大的网子 所以第一种花纹一条一条的 第三种一块一块的 不像 应该是第二种 猫猫 恭喜你答对了 陆地上最高的动物 长颈鹿呢 它的颜色就是黄棕色还有褐色 再加上白色的网纹 这个就是长颈鹿哦 小朋友如果以后看到这样的配色 就可以知道 嗯 这就是长颈鹿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的动物 这个动物 头上有两只脚 再加上它圆滚滚的身材 小朋友 你们猜到这个是什么动物了吗 没错 这个就是乳牛 那小朋友想一想 乳牛身上的纹路是长什么样子呢 是一条一条的 还是一块一块的 乳牛的身上是大大的 一块黑一块黑的 所以答案是第三种 没错 乳牛身上的纹路呢 就是一块黑一块白的 呈现不规则的形状 其实乳牛的纹路又分两种哦 如果黑色的比较多 我们就叫它黑白斑乳牛 如果是白色的比较多 我们就叫它白黑斑乳牛 很有趣吧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动物 是什么呢 嗯 它长得像马 因为有黑白条纹 所以它是斑马 没错 莫莫 你今天全部答对了 小朋友 你们也答对了吗 黑白条纹的就是斑马 但是其实很特别哦 斑马的皮肤是黑色的 只是它外面的衣服 是黑白条纹组合而成的 这个其实是它的保护色哦 那我们今天学了 长颈鹿 乳牛 还有斑马 它们的花纹 小朋友都要记住了 下一次再来跟着柠檬哥哥 一起动动脑 连连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